反渗透法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状况吗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件事情要从王立强 这个宣称中国的间谍 他投到澳洲那边 然后跟澳洲媒体爆料 这个我们上礼拜聊到了 从这件事情开始讲起 因为王立强案一爆发呢 这个因为现在是台湾的 我们现在总统大选的期间呢 就被拿来当成一个政治议题处理嘛 那反渗透法 这个其实就民进党团所提的一个 国会要提的一个案子啦 那民进党当然就是说 他因为王立强案爆发以后 这个国人对于这个间谍啦 或中共的渗透这件事情 又开始有意识了嘛 因为如果大家看 最近的这个民调的话 其实感觉起来 韩国瑜先生他的民调是一直 其实并没有起色 明显的起色 那蔡英文总统 他基本上是稳固了 这个总统选局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就是实况 那这个实况的背后 其实就是在于说 现在整个两岸的格局 跟国际的格局 是来自于是对中共威胁 尤其是中共统战威胁的一个恐惧感 那这个恐惧感 其实是全球的一个现象 尤其是西方国家 美国啦 加拿大啦 澳洲啦 这样的一个恐惧的现象 因为呢 像澳洲跟纽西兰 他最近这几年来 就频繁地感受到中国渗透的一个 统战渗透的一个影响嘛 那他们也身为此而感到苦恼 那所以呢 他们其实就立了相关的法案 补充一个最新的讯息 纽西兰的司法部 也已经朝拟出来了 反渗透的相关的法案 那相信国会会通过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防止中共全球统战 已经成为全球许多的主要国家 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 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 那对于台湾来讲 当然其实也是一个 那在台湾的处境之下 因为防共或者是反共 防止中国共产党 全球渗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在这个选举前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部分 其实也是借这个东西来 操作这个议题 这个政治上的攻防 就是这个样子 那必须要 极大化自己的选票 好 那当然这些东西 当然都是政治上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来仔细看这个法条 我有仔细看过 那我有归纳出一些重点 那讲一讲 我的想法 不一定都对啊 那但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上次有一集直播 就跟大家聊到说 有几个版本嘛 那我们上次说到 一个版本是 时代力量的版本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 是这个激进党 以及民进党里面 有25个立法委员 所共同提案的这个版本 那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民进党的版本 但是当时 民进党的版本呢 其实并没有公布出来 那成着这一次的 这个王立强事件 民进党的版本 就公布出来了 而且大家妙的是呢 国民党的居然也搞出了 一个版本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在网络上拼命的找 国民党并没有公布出 这个完整版的这个草案 那国民党的这个版本 叫做什么呢 国民党这个草案的版本 叫做 反并吞中华民国法的 这个草案 因为内容没有出来 但是他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 对于中华民国主权 存在不断威胁的这种 事情 要进行反渗透 那所以他也讲 境外势力 然后这个所有的版本 都会讲说 反境外势力 那另外一个叫做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那所以他们共同的 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 有个概念叫做 民主防卫机制 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重要 其实近年来 在台湾讨论非常多的 因为如果有一些外力 可以去影响你 它不只是国家安全 它会把民主体制 都给颠覆掉了 那在这里 我要重复一个 常常跟大家谈的老概念 叫做瑞实力 这个瑞实力就是说 像中国跟俄罗斯 这种威权性质的国家 那它利用全球的 许多自由民主的 社会的开放的特性 它呢 去做一个渗透 所以这是 所谓的民主防卫机制 民主需不需要防卫 如果打着民主 反民主 那就不可以嘛 民主有没有 不可以容忍的事情 当然有 要破坏民主体制的 一种概念 团体 或者是东西 那这就应该要被民主体制限制 所以这个其实是所谓的 反渗透法 反外国势力 反境外势力 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防卫民主体制 好 那我讲回来 国民党的这个版本 讲说明定 什么对于组织的定义 反主张以消 以武力消灭中华民国 或者意图为害 或干涉中华民国主权的 国家政权团体 这些机构 军属职 他有三个东西是要限制的 用武力的方式 促统 促毒 或者是促病 什么叫促病 他的对象就是说 在台湾有一些人 他想要主张说 并入日本成为 他的另外一个地方 或并入美国成为第五十一州 他说这个 都是要颠覆中华民国体制 所以国民党 他这个范围非常的广 那当然 他因为他没有详细的 这个条文内容 他说要定义 这个敌对组织 这个也没有详细定义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根本没办法看他的法条 就是没有 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 讨论的东西 那民进党这个 我做了比较以后呢 我们第一点先来讨论 这个凡胜透法 这个法案特色 那我们等一下 第二大部分再来讲说 这个政治背景 法案特色 我做出比较 有几大点 第一大点 就目的来讲 三者相同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 他共同都有个目的 叫做民主防卫机制 然后保护国家主权 类似的概念 所以目的都很明显 那当然接下来 就是他们的不同的地方了 处理方式 非常的不一样 那民进党 现在党团这个版本 有什么特色呢 对于渗透行为的定义 不明确 注意哦 行为 我们上次曾经在直播当中 澄清外界一般 对于所谓类似这种 反渗透法啦 反代理人法的一个质疑 就是说 白色恐怖啊 那个就是遍地风火 这个会伤及无辜啊 但是我们要强调 你仔细去看法律 我们现在的这种 对于惩罚机制 这种刑事相关法规 非常的明白 就是行为犯 再也不会有随便用 这种思想言论罪 去论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都是对于行为定义的 非常的明确 至少在上次所介绍的 激进党的版本 激进党跟民进党部分委员 以及时代力量的版本 他们对于渗透行为定义 非常的明确 但是在民进党的党团版本 完全没有定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 你看哦 比如说像时代力量的版本 它针对代理行为 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它当然是说境外敌对势力 那这个代理行为 包含政治宣传啦 关键基础设施啦 也就是说跟你这个国家安全相关的 重要的科技的技术啊 如果被夺走 这也是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它针对这些渗透的行为 这些代理的行为 它有去处理 有定义 那激进党跟民进党 25位立法委员的版本 它也有明确定义 它是处理代理关系 它定义的非常的明确 大家可以去看 那所以这就是说 民进党团的这个版本 在这里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定义 那一个法律 如果在这里没有清楚界定的话 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看起来就是交差了事算了 这必须严正的提出批评 也牵涉到它的政治目的 就是说它既可以对这边 交代 说要立法的人交代 它又可以对那个 有疑虑的人交代说 我这个定位模糊不清 就是它其实坦白讲 它其实就是 做做样子 做做样子 因为你仔细去看法条 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大的不同就是 民进党团的版本 没有要登记 大家如果去看 基金党的版本 它的这个立法的原意 跟立法的原旨 讲得非常的清楚 它说定这个法律是干什么 按照西方的国家 处理这个东西 有两个原则 一个叫透明化原则 一个叫做惩罚原则 很重要就是透明化原则 所以基金党这个版本 为什么叫做要登记 而且你仔细去看 那个基金党的版本 它对于那个登记的 一个相关的规定 然后呢相关主管机关 要怎么处理登记的问题 非常的详细 时代力量的版本 对于登记这件事情 也非常的强调 唯独民进党党团的版本 丝毫没有提到说 要登记这件事情 再来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差别 我必须明确的提出说 因为定这个法律 其实跟我们现代 新形态的战争 除了资讯战 或者是一些 透过这种网络 或者是这种宣传战的方式 有关系 我们以前就是 谍对谍或情报工作 他是直接派这个间谍嘛 当然有一些 所谓的县民 可是现在更高竿了 在当地社会 找当地人 当作协力者 或者叫做代理人 那协力者 或代理人的概念 是民进党的党团版本 完全没有去界定 他写得非常的模糊 你去看这个 草案的第二条 他就写说 这个政府组织机构 相关的派遣之人 那他就没有办法处理到 现代中共统战 或者是一些 比较进步的 这种极权国家 他搞统战的一种方式 他不透过他自己 他会在你这边 当地找代理人 当地人是合法的 看起来是合法的 所以民进党那个版本 他就没有办法处理到 这个问题 但时代力量 跟激进党的版本 他用不同的词 时代力量的版本 就叫做协力者 激进党这个版本 叫做代理人 这概念是一样的 虽然词不一样 但概念是一样 他其实就能够处理到 这个终戒者 就是化妆这个终戒者 所以他可以去处理 这个问题 好 那这是另外一大差别 再来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 主管机关 针对这些登记的机构 法人 自然人等等的 他有主动调查的积极性 在时代力量 跟激进党的版本 都有明确交代 谁是主管机关 时代力量的主管机关 是国家安全局 这个激进党的版本 的主管机关 是法务部 而且他们明确的 规定了主管机关 他可以去怎么样去审查 然后怎么样去做 调查的一个过程 当然这种东西的明确化 也就会确保 嫌疑者他受到保护 因为你对于主管机关的 这个行政的行为 去做规范 你就可以避免他 滥用行政职权 所以一个不明确的法律 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你给太多裁量权了 所以民进党的版本 非常值得批判 就是说 美其名叫做 写得很模糊 然后呢 也不会伤及无辜 但是呢 严厉一点 从负面来看的话 交代不明确 给行政机关 过多的裁量权 那就是让行政机关 有扩权的嫌疑 第二个 如果没有交代 谁是主管的行政机关的话 那你要不要去成立黑机关 当然可能嘛 那你是不是自己 在立一个什么特别法 去搞一个黑机关 或者透过行政院 下面去成立一个 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机关呢 那个可能就叫做黑机关嘛 所以你说这个法案好不好 问题大大 非常的大 这就是我认为 如果仔细比较这些三个主要的版本 民进党团的这个版本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 完完全全的政治考量下 想要双面讨好 但是却双面可能都不讨好 我们今天这集 这样子给他解析出来啊 有时候东西知道太多 可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你知道太多了嘛 知道太多 你名字一开 你一启迪的话 那可能就麻烦了嘛 所以这个实在很不好意思 该讲的就要讲 我告诉你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针对法案 那政治背景 我刚才其实也分析过了 这个法案背后的 第一个就是选举考量 我刚刚说了嘛 就是说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 已经知道谁会当选了 但是现在要冲了什么 立法院国会的席次 所以民进党 他为了要冲国会 其实告诉你说 其实我有在反中共 我有在防中共统战哦 因为现在全社会 甚至全世界 因为王立强案说 引起西方国家五眼联盟 或者甚至德国 你看他们都开始防这个问题 防止中共统战 对内部的政治进行渗透 台湾人也开始担心了嘛 那包含 包含因为先前香港事情 也延烧起来了 中国在香港 其实也进行了统战 不同的统战 讯息战啊等等的啊 所以选举的考量 他很明显 是要冲立委的票数 要冲立委的席次 那你要冲政治上 你当然有你的政治上的攻防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 就你的草案去论 毫无疑问 你这个草案是一个 急救章 是一个草率章 荣物 我很少讲这种话 但是我跟你讲 你仔细去看 草率无比啊 这样子 好 再来 政治上面的运作 就第二个面向来讲 这个刺激了 其实我们立法院 这个国会运作 常常暗藏着一些玄机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的立法程序 其实是有一些东西 可以动手脚的 因为我知道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无论你支持民进党 或你反对民进党 你都会想要问一个问题 在蔡英文跟民进党政府 执政的这几年来 有时候在推动一些 重要法案跟政策的时候 他没有推过 或推一半 他可能会告诉你说 哎呀 这个国会 国民党杯葛啦 怎么样呢 可是有时候 在某一些的 重要的法案之上 国民党又骂他 然后民党又真的通过了嘛 比如说 促转条例 或者是经过大法官 视线之后 苏贞昌院长上台之后 所立的同婚专法 又比如说呢 一例一休 等等的相关法案 他要做 他还是可以做到 可是为什么他 他没有立法的时候 他就会讲说是 国民党 杯葛呢 因为党团协商制度啦 党团协商制度里面 所藏的就是 在一读到二读之间 一般来讲 这个专业的委员会 审查完以后 如果重大争议的法案 其实经过 几个委员的提案 或者是院长召集的话 是可以召集党团协商的 那三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党团 那你一定要每一个党团都签字 你才能够交付二读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如果有一个党团 他不签字的话 那就不会过 所以所谓的国民党 或在野党杯葛 常常是指这件事情 但是但是但是 我们的立法委员 职权行事法里面 藏着一个玄机啊 七十一支一条 如果党团协商 一个月都争议没有过的话 院长可以直接交付院会 可以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 他不通过的时候 他也想要找借口 不处理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 啊就我们党团协商制度啊 我们要注重不同的在野党 要尊重在野党啊 那在野党如果杯葛的话 因为这个有争议啊 我也不能处理啊 第一个借口是这个 可是两面认嘛 那另外一面认就是说 那为什么有些法案 他强行通过 要通过的时候给你通过呢 因为他藏着一个玄机 就是说 你只要是国会大多数的话 党团协商一个月僵在那 没有关系 一个月后 你就可以交付院会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是 国会最多数党 可以交付院会 那再来你看哦 这个反渗透法 有没有可能会过 基本上是有可能会过的 因为他现在要禁付二读 那在我们的立法院的程序上面 他可以直接交付二读 他盼望在总统大选前 直接交付三读 好向他的选民交代政绩嘛 所以极有可能会通过的 那我只能告诉你了 你仔细去看这个法案草案的内容 是粗糙无比啊 我必须要严厉的在这讲 粗糙无比 这个我们其实 我们是合理非的 可是常常 这个讲到这 真的是必须要 你去看他这个法条 你真的是会非常生气的 对来说